1940年 一个莫名的好运降临在了德国海军的头上 在只花了4天时间就拿下荷兰之后 他们缴获到了一样能够改变其命运的秘密武器 不过却又差点与其十字交臂 这个秘密武器是什么 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我是百科研书火箭书 点下关注 我这就讲给你听 德国的U型潜艇早已大名在外 虽然名字叫做潜艇 但其实在二战之初 它主要是设计用来浮在水面上的 顶多是偶尔需要潜到水下稍稍躲避 或者执行非常罕见的日间攻击 之所以会这样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当它靠近一只护航船队的时候 浮在水面上反而比潜在水底下要安全的多 这很反常对不对 按理说躲在水里面让敌人看不见才是明知之举 不过这样的话敌人就可以听到你了 用声纳 声纳就知道是在一战结束时被发明出来的 后来经过不断的改进 到了二战初期已经可以达到实战效果了 它用发射器向水中发射出一个高度定向的声波 通过监听其撞上物体后反射回来的回波 判断出这个物体的距离与方位 这对于潜在水下的U型潜艇来说 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但是如果浮出水面 它就一点办法没有了 而且在海浪的掩护下U艇也不见得那么容易被看到 另外一个原因 这跟它本身的动力系统有关了 U型潜艇主要是靠柴油发动机来推进与供电的 而柴油机必须要吸气和吐气 它们都得在水面上才能完成 若是不得已要下潜 就必须关闭柴油机切换成电动机 电动机嘛 一是开得慢 二是开不久 当然能不用就不用了 看起来浮在水面上的确是潜艇的最佳策略了 不过只是一时的最佳 随着盟军的新发明不断登场 尤其是水面侦察机的加入 U型潜艇便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水下了 用不了柴油机就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痛点 但是说回来 其实早在1940年 它们就已经手握解决方案了 什么方案 就是荷兰海军从二战前就开始实验的一样东西 通气管 这个名称其实很直白了 就是通过一根长管子 把水面上的空气引入到潜艇内提供给柴油机 使其几乎不受限制的 想在水下待多久就待多久 比较像我们现在游泳用的浮潜设备 好像没啥技术含量是不是 缴和了纸装置的德国人 也是这样想的 完全就不把它当回事 甚至还把三艘荷兰潜艇上 原本已经装好的通气管给拆了 你说气不气人 更气人的是 有几艘好不容易逃到英国人那边去了 皇家海军一看 这没用的玩意儿是啥 结果也给它拆了 荷兰人就很无奈 怎么这白嫖的东西 你们都这么不珍惜呢 直到1943年 在盟军的密集反击之下 优型潜艇越来越扛不住了的时候 德国人才想起来 要不咱们试试那个叫做通气管的东西吧 就这样呢 通气管才重获新生 陆续被加装到已经服役了的 优型潜艇身上了 它们有的长成这样 有的长成这样 还有的呢 长成这样 有的装在左前 有的装在右前 还有的装在浅黄金后面 有的单纯只是通气 有的还搭上一个雷达 但不管怎么样呢 效果肯定还是显著的 不然德国海军怎么会从1943年开始 把通气管撞到了攻击217艘的 游行潜艇顶上呢 尽管它们也是有自己的问题的 比方说 升起通气管的潜艇 最高只能以6节的速度前进 否则就会容易把它折断 比方说 长时间潜在水里面 会让本就拥挤的潜艇 变得更是误会不堪 比方说 一开始技术还不是很成熟的通气管呢 总是倾向于自己就关闭起来了 造成吸不到外面空气的柴油机 只好吸里面的空气了 就使得舱内的气压骤降 对挺原的耳膜造成严重的伤害 等等这些啊 可见 谁说通气管 没有技术含量啊 好像没啥技术含量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相信大家在以后出去游泳浮潜时 又多了一个谈词了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